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首相敦马哈迪在过后开身子骨灰都已运回来了 要朝野议员不要再争论了 不过这课题似乎余波未了 昨天因巫统巴西沙勒区国会议员打主钉在国会嘲弄热动区国会议员 雷尔额头上的盛灰是陈平的骨灰 再次引起朝野骂战 打主钉只收回言论却没有就此事道歉 巴远达南区州议员萨迪斯认为 打主钉只收回言论是不足够的 于是今日率同社青团等人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 萨迪斯称打主钉侮辱应议的言论及行为 并涉及种族及宗教敏感性属于煽动性的言论 因此希望警方援引煽动法令对付打主钉 同样的课题 布洛克拉尔伯特拉在网站今日大马撰写一篇题为陈平假骨灰的文章中 直指陈平的骨灰是由国防部副部长刘正东安排回国 对此刘正东的特别事务官向警方报案 要求警方调查撰文污蔑刘正东的拉尔伯特拉 国防部副部长特别事务官伊斯米安说 刘正东不曾就陈平骨灰事件发表任何言论 对于拉尔伯特拉的污蔑 刘正东将与律师讨论 不排除会对拉尔伯特拉采取民事诉讼 另一方面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哈默阿里夫也警告 巫统议员不能将行动党标签为共产党 与此同时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盼望各招 接受打主钉撤回言论 并呼吁国政议员别再玩弄宗教课题 来看今日在北马延烧的修车厂罢托行动 经过宾威修理车厂商工会与宾州政府握选后 该工会主席徐广成联合宾州首席部长政治秘书 正来信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中止罢托行动 徐广成说该会也成功与贸销部官员展开约两小时的会谈 并接获相关政府部门来含通知本周五与竞争委员会 国家银行 陆路交通局 普通保险协会等开会协商 以获得解决方案 换个焦点 昨天求职网站Jobstreet张贴了行动党聘请社交媒体撰写员的帖子 对此前首相纳吉认为行动党是要请枪手来污蔑他 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潘检伟今日就站出来喊冤 指行动党在Jobstreet张贴聘请社交媒体撰写员 绝非如前首相纳吉所形容 是为了污蔑对手及散播假新闻的网络枪手 反之是为了发布有关行动党和政府所做的一些工作 以及准确的新闻与消息 他今日在行动党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 行动党也没有能力像纳吉所说那般要聘请100人 而是只聘请3到5名社交媒体撰写员 Malangnya, malangnya DAP tak mampu nak recruit 100 orang cybertrooper kita hanya dalam mimpi kita, kita boleh recruit 100 orang cybertrooper jumlah jawatan yang kita ingin ambil ialah hanya lebih kurang 3-5 orang sahaja 潘建伟说,大家对网络枪手的认知 是在政治人物社交媒体专业发布负面评论 及散播各种触及宗教和种族等敏感课题的假新闻 而行动党预聘请的社交媒体撰写员 是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发布正确的讯息和消息 以对抗越来越猖獗的假消息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 我们下回见 2 2 2 0 p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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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